由李军和英伟联媒主演的大型金儿话剧《春节联欢晚饭》 于是18日在军举行的媒体预演场 该剧讲述的是关于当下正被时尚一族推崇的光盘行动计划 和英伟李军二人的餐馆为了更加贴近环保时尚潮流 决定在店内推崇光盘行动计划 无奈在实行过程中总会难免遇到几个蛮横无知的时刻 预演现场和因为李军二人又是群戏又是唱歌又是说相声 行事可谓相当幸运 您看何云伟唱得是不是还挺欢乐的 说起来刚刚新婚不久的何云伟可谓是心情大好 9月8号何云伟和他的第三任妻子陈迪在北京举行了婚礼 据说二人是经纪人介绍认识的新娘子是中国戏剧学院的再度研究生 据了解在婚礼当天所有场面画都是新娘陈迪代言 红包也由陈迪接收 李军曾笑颜何云伟的新媳妇对何云伟看得很紧 就连在剧场演出时也经常能看到何云伟老婆的身影 活动当天当已经爆料何云伟是七管严时 二人又开始了查科打婚 无伤大碍的一般都是接受 他们家的事情都是无关大碍 比如家里是大事去决定 比如买车了什么这种 那我就不管了 因为我对这些东西 我不是特别上心 对吧 因为钱也是老婆在管 那我就不管了 那你管什么 我主要是负责外边那些业务这方面 你说这个 我要挣钱 从曝光的婚礼照片和视频 看新娘陈迪比何云伟高出一头 长得端章美丽 虽然何云伟和老婆身高有些差距 但何云伟表示并不在意 二人逛街时也不介意老婆穿高跟鞋 但当被媒体问到为何找一个高个儿的老婆时 同济演员似乎无意间说出了真正的原因 这叫金 是吧 这叫机遇 胆巧了 机遇 我里面特地找的吗 特地找一个高个儿的吗 您是为了生孩子以后改善一下身高的问题 那倒不是 主要是 生中孩子嗓也好 就是这一页字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